大家好,今天分享在南瓜里,先插羽苗菠萝蜜,并促进繁殖生根 首先把底部割环去皮,增加生根面积,提高成活率 用芦荟胶囊涂抹伤口,能快速愈合伤口 南瓜外面挖几个孔 里面挖空 装入营养土 插入枝条 把多余的芦荟胶囊加入 填上土长 喷洒以对水吸射好的生根液,能激活植物细胞生根发芽 放置散光通风处,盖住做好防护 两个月就已经长出了芯汁,嫩液以及根系 看到这里,相信风华正冒的你,已经点亮小红心支持我了 这样就可以移栽到花盆里了 为了保证后期移栽的成活率,建议拥有基因凉土 因为这种土壤既疏透气,又利于长时间保水,移栽土壤很重要 关注我 既不错过往期的分享,又学到每天更新的各种种植小技巧 果树嫁接或扦插的优点是能保持结岁的优良性状 矮化植株 提早结果 我们下期见